是很明顯很明顯 是李家超在那裡喊驚 其實這件事在內部有些消息就跟我說是真事 就是叉燒特首想出來這些愚蠢的事情 這個情況就等於六七十年代 就是那些呂洛 藍光 顏童那個年代的香港警察 請一群顧客人進入警察房 然後在大桌上放十幾二十把西瓜刀 你這群英俊人一人賣位拍一件 拍完之後拿著那件東西到隔壁 集房子落口供 自己認一條罪 數不就破案率一流了 百分百破案率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個人你扔了 不用理 總之我要做個結果 這些就是叉燒特首想出來的那些愚蠢的事情 完全愚愚蠢 人家簽了意向書 我夠膽好像剛才這樣 用這種什麼形態 基建是沒有的 水電是沒有的 什麼都沒有的 然後你叫那些有錢人自己拿個算盤自己計算 香港今天的樓市是怎樣 前景是怎樣 大家心裡有數 唐英明已經說得出聲了 他看不到前景 覺得沒錢賺 不是不投地 很簡單的 好啦 你說不是啊 你們怎樣都要投地啊 而不投地就是不愛國啊 你愛國不要說話了 哦 這樣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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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個個愛國 個個都投地 但他們會怎樣投呢 啊 喂 你這塊地 這樣啦 我投不是不投的 這裡有20畝土地我就出3千萬了 喂 不是啊 我們預計300億 喂 不是啊 我們打開算盤 是值3千萬而已 因為我3千萬之後還要扯水扯電 自己自己起 你知道香港人工多貴啊 分分鐘還有通脹呢 是不是 我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釋的 我3千萬 3千萬你不願意賣嗎 你政府 你就收回囉 一樣可以的 一樣可以的 你要那些意向書 那幾大地產商 全部好像字典那麼厚 隨便撿一份出來 改幾個數字而已 不用改幾個數字了 扣一個零而已 就夠了 再不夠扣多一個零 喂 如果扣多一個零 扣到 喂 大哥幾百萬買到一幅地 那有什麼所謂 我給你扣胸口 我有很多錢 是不是啊 我就是照售你的地 但是發不發展 你不能逼我發展 你說 逼到發展 你限3年內不發展 政府收回 你就收回 那我就是蝕幾百萬而已 你那些有錢人 給你這樣找一支槽寒著 你叫他一定投地 你猜他會不會好像以前那樣 2019年之前那樣 幾百億求一塊地呢 你認為他們會不會做這些事情 對不對 很簡單的嘛 煞頭生意有人做 蝕本生意沒有人爭 是吧 這個很簡單的理由來 Sorry 煞頭生意有人爭 蝕本生意沒有人做 人家計算過 算過那條數 算不算數就不理了 好了 最好笑的人 上次8號 那些地產大媽沙全部都要給面子派對 都要出席啦 你叫到 你為什麼不去啊 但是這次呢 25號 很奇怪的 邀請地產商上面呢 答應去這個大飯區出席的那些 唯獨沒有了李嘉 上次8號李澤佳 李嘉誠那個常識集團沒有去的 李澤佳一個細仔代表 就有去的 電訊刑坊 就有出席 但是這次25號這個會議 連李澤佳都沒有 就是相當不給面子了 老實說 你這樣不給面子了 你不怕 你不怕大陸 正所謂不別讓李嘉誠跑了 不好意思 在開跑槍聲開之前 誠哥已經跑鮮利很多了 誠哥的座右銘就說 不要聽到槍聲你才好跑 誠哥那種是春光水暖鴨鮮之 他不止 他是金風吹樹 蟬仙鮮國 就是秋天來的時候 吹一棵樹的時候 那些蟬呢 最先發覺是秋意 所以蟬就死先了 暗鬆無常 死不知 就是大哥你慢慢等 他一早聞到一股味 幾年前已經開始部署 他現在長實集團 基本上一半的資產已經離開了香港 他還好死不死 還高調地說 昨天 他有興趣的泰吾士水務局 英國 所投資這個事業 投資這個事業 那就是說 講得明白 他不在香港那裡做投資 那你李嘉誠 你可以下去什麼河呢 李嘉誠現在很老實說 他都九十幾了 他都無辱無求聞到棺材香 沒所謂的 他現在剩下一個基金會在香港的嘛 他又不涉及生意 他是涉及慈善的嘛 那你怎麼樣 你封去慈善寺嗎 那間東西 那間東西是廟來的嘛 宗教聖地嘛 雖然我們一直說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那個私人暴寵來的 還有我也在節目中講過很多次 你如果不想行衰運的話 你就最好不要去慈善寺 因為那裡是一個名月來的海螺套獄 專給你的好運 你行衰運呢 你反而去慈善寺 你可以私信給社會哥 社會哥教你怎麼破那個局 那個就不是開玩笑的 那個不是… 很多人說去慈善寺 看看觀音很漂亮 你越站在觀音 去觀音那個就正是月眼來的 你越站在那裡很久 你越吸了你的好運氣 除非你行衰運 你去慈善寺 被他這樣吸 現在你這樣的情況 李嘉誠這麼厲害 他整個這樣的風水師 這個十大名月來的嘛 這個海螺套獄月十大名月來的嘛 當年老鏗襯他那個 襯伯那個香港最有名的 那個有錢的風水師 他就開完這個月 幫李嘉誠點完這個月之後 他無奈就天顯了嘛 很多人看到這個月 但是很多人都不敢開這個月 結果一開就出了事了 所以這個月一開就給眾人的運氣 給他旺去九代 你知道嗎 人家說富不過三代 李嘉誠你用這條計劃 旺人來的九代 你說真的不可說不高 這個不要說這些風水命令的事情 我不是不懂 我不是很喜歡說這些事情 現在的局這樣擺明一件事 李嘉誠他很心急 他希望透過地產 就是炒一些地來填補香港這樣的財政赤字 他希望香港有收入 他也都很清楚 香港是要地產帶動的 怎麼怎麼都不不不不不 如果地產帶不足的話 香港的經濟就會失血 也都違反了基本法講明的 香港財政儲備要量入圍出為原則 現在連續幾年都沒有辦法量入圍出 公佈了三年赤字 是不是 現在來年也都不可能不會有反轉到這件事 再加上現在特朗普上任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那件事 為什麼這麼緊張 因為現在香港很大衝擊 這個是直接影響到聯繫匯率的 如果香港再繼續外匯流血的話 所以他也很心急 李嘉超 但是你心急還心急 你用那種雜猜方式 雜猜方式 認西瓜刀的方式 來對這幫有錢人 我可以肯定告訴你 注定失敗 香港因為 對不起 不好意思 香港這幫有錢人 做這些搞地產搞了幾十年 個個成精的 你要去簽意向書一定沒問題 我是他們 我都會簽意向書 正如Lucy你剛才講得很清楚 定婚而已 入洞房那個未必是你 大家都很清楚這件事 就是簽意向書 社會哥雖然是做記者 都涉獵過商務的 在過去那三四十年 我都簽不少意向書 尤其是大陸那些朋友 結果又如何呢 獲的機率是九成 真的是九成 不是開玩笑 就是你是一個 不把信用放在第一位的地區 你跟他說信用 就是你這樣 還有最好笑的是 你要求別人有信用 但是你自己是不守信用 那怎麼辦呢 我等一下有得說明 守不守信用 等一下我可以說 繼續聽下去就知道 所以說 現在這個25號這件事 其實這場叫做大戲大龍鳳 但是這幫有錢人 包括什麼林建岳 何朝勤 霍家 全部做戲而已 好老實講 搞到最後 有多少個真是拿真金白銀出來去撐呢 我夠膽說少之又少 一定達不到香港政府 甚至達不到李家超的要求 一定達不到 因為現在大佬的整體外環境不好 樓市也都在下行周期裏面 在現在這一刻 你還在發夢著 去回2019年那個時候 Burnberg那個經濟好景的時候 那些 隨便賣一塊地幾百億 一年賣十塊地 這樣就有幾千億 這樣就避免那條數了 老實講 你發夢真的沒那麼早了 不可能 一去不復犯的了 原因當然有很多了 大家都想到什麼原因的 就是天秤裡面的兩個法碼來的 你要國家安全當然是對的 沒有人說錯的 包括我做的 我也說 國家安全當然是要的 但是你要國家安全的話 你經濟自然是這樣的 必然的 你又要這樣好 又要經濟一齊好 是人都想 是人都想 但是你出生這麼久 有沒有見過一支兩頭利的針 我就真的沒見過 慢慢等下 他認為有兩頭利的針 就告訴你 現在事實上 經濟只是告訴你 就不行了 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了 你作為香港人 我們當然很支持香港政府 他們有這樣的想法 出發點是非常好的 我會覺得 是非常好的 包括加超特首 他都希望大家有錢到 大家好像以前那樣 啊 丟你心想 你幾百億投資到地 是啊 他想法是非常好的 想法 但是走不走出來 可能只是兩回事 等於我們入賭場 我也想 哎 丟一百元下去 哎呀 丟到哪裡呢 喂 為息開六 啊 如果這一局 一中了遺息六 哇 一百元馬上變 馬上變三千多元 三千元 多開心啊 但是有多可呢 中遺息的機會已經很難了 你中了遺息六的機會 哇 真是難上加難了 是不是 但是不要緊 就是我們特區政府 正所謂迎難而上 好 就是有這個想法是好的 迎難而上嘛 不難那樣東西他不做嘛 那就好了 這種什麼精神是值得加他的 我經常說 我自己講一個 真是假慈性的那個說法 我看到有人說 隔不上船 就是我欺錢賣你去上船 錢而向書 反而另外那些 怎麼說呢 那些有錢拿快些走資 把錢走回去外面 如果我的錢在香港被他看到 他隔著我有錢 叫我有意向書 叫我去投資 不投也不行 是不是 或者說不投也不行 或者說不投也不行 那些也有意思 小小 這樣 Lucy 你這些呢 就叫做小女子心思 就是我們不可以 今天我不可以用小女子心 去度君子之伏的 香港的有錢人 個個都對國家很忠誠的 就是你看到的 你看2019年那個時候 所謂的黑暴事件的時候 個個有錢人都發文譴責 唯獨李嘉誠 他用自己親自的名字 他寫了一篇什麼 黃台枝瓜起立起坑在責 那時候大家都 中文水準沒有那麼好 看不明白人家說什麼 現在開始他們明白了 開始他們明白了 那個個個有錢人 我會覺得那些有錢人 都很心甘情願 把他們的畢生努力得回來的巨額財富 來奉獻給香港政府 我會覺得他們肯的 我會覺得他們 就是他們 很老實講 他們由他們那一輩子 他們的父輩 他們應該在家庭教育上面 或者在其他人生成長的過程裡面 他應該有高人告訴他們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是怎麼對待資本家 是非常的好的 他們對待資本家 就是不想他們的資本家 就是令到身邊有這麼多錢 令到他們很多家族裡面有這麼多煩惱 就開始五十年代 跟他們搞公私合營 就是他們出發點都是好的 最後到那個開放的時候 也都扶植回榮藝人 那些資本家的第二代 就是富二代 就是給錢給他們 就是很照顧那些資本家 可能他們也都一清二楚 就算他們不清楚 他們的父輩都清楚 像董先生 董堅華的父親 唐長千的父親 唐英元的父親 唐長千 就是寧波那些 那些商人為什麼在1949年的時候 結束了在江南 一帶長岸 長岸三個州一帶生意 趕快將一些技術 才搬來香港設廠 令到他們的生意有另外一個進展 他們一定在家庭教育裡面他們知道的 他們知道的嘛 他們對香港的前景是相當有信心 既然有信心的 他們當然是預了 將他們的身家 肯定有一個百分比 就拿出來去支持香港 這個必然的嘛 如果不是你解釋不了 一看到這樣的情況 你大佬聞到味道 你應該和Lucy說 你是不是應該 將所有的雞蛋 不要將所有的雞蛋 放在籃子裡 你預早將雞蛋 正所謂馮寬 就是這個戰國時 就孟常軍一個食客叫馮門 他就說 喂 彈甲 他跟孟常軍說 彈甲那幫甲 就是那個劍柄 為什麼我來到這裡做食客 孟常軍又說禮言下事 但是我這麼有辦法 你竟然不中用我 孟常軍就問他 你有什麼才能 馮冠就獻了一計 他說什麼呢 他說孟常軍 田文 田先生 不是田啟文 田文 Mr.Tin 我說你呢 聰明就聰明 但是你今天得寵於齊王 你南保友之日失寵的 在你失寵之前 其實你應該部署一些東西 好像一隻兔子 你就不可以只是一個洞 一個山洞 你一隻兔子 你要有三個洞 就是有多幾個容身之地 就是這個跟西方所謂的 不要把所有的機板放在籃子 同一個原來 就是這個譚甲 就是馮譚甲 就是這樣來的 好了 我相信 好像田家 田少 田北俊 他們已經去英國的投資了 他們兩兄弟 一部分的資產已經移到英國了 但是你其他有錢都來了香港 我想他們多多少少在外面有些投資的 但是他們在外面投資得來 他們也很愛香港這個地方 你愛香港 加超也都說得對 你不要把口去愛 你要掙握把人拿出來去愛 這樣才叫做愛的 是不是 今天這樣的結果 我相信那些有錢人應該知道的 如果不知道的 他這樣做到有錢人的 還是富甲一方的 我真的說一句 你只是靠運我 成功靠富幹 不是你自己的才華 是不是 你連這方面 你都想不到的話 你不知道有這樣的結果 是不是 黃台之瓜 就說一句話 起坑再集 現在問題就是人家真的來集你的瓜 集完一個又一個 就是看到 哇 你那幫傲仔 只好說 不支持我 有兩三個月前 全民 就四大地產商 夾到一起 不投地 怎知道 其實這件事 我在內部有些消息 就跟我說 是真實來的 幾大地產商夾到不投地 玩香港政府 李家超听起来 当然是生气了 他就没有了四大地产商 走到北京那里告鱼装 告鱼装 孝宝龙不是说 你放心 我来庆祂的地产商上来 深圳我跟他开会 跟他谈谈 小二大二 你们每个 一定要不要口说 不要做评论员 说到做到 要投地 好了 经历了八号 谈完之后 深圳谈完之后 你还是没有动作 好了 25号 陈国基带头 就去大湾区参观 所谓的那些片区发展 片区发展 大家讲清楚 是影片的片 也可以一片两片 就是一片土地一片土地 这样的发展 参观一下 人家那些 怎么发展 就你们几个 香港的有钱佬 打MASA 你们看着办吧 其实意思就是 潜台词就是这样 我们这样发展 我首先解释一下 香港适合发展 和大陆适合发展 有什么不同 香港适合发展 通常来说 譬如政府要发展 什么官地 怎么可以 看得到这样 通常来说 这块地的基础建设 就是那条马路 那些水 那些电 排污 环保设备 基本上这些 是政府 搭好外浪 然后再拍一片地 那一片地 当然是贵一点 因为我什么 帮你整好了 正所谓路通 就是财通 通常是整好 这样的比例 所以一般来说 拍这些地 香港的地 就是 个案好事的时候 就是一百几十亿 均均地 也都有数得计 因为发展商一看就看到 那块地 地积给多少 可以画到几个单位 几个商场 马上可以计算到死数出来 有赚有蚀 计算到的 那大陆那些所谓 骗区式的发展 有什么不同呢 一大很荒谬的地 可能是农田地 可能是矿场地 Anyway 你没所谓 不知道 这块地你想怎么整 就是排污 你想整个一条排污渠 你想整个一条水喉 铺电 你要铺多少压的电 你出声就可以了 因为你自己整 你出声 我来批 批了你 你就自己开工 就是那个基础 建设费用是你给 就不是政府给 大家明白了 这个是很大的差别 这样 很老实说 你就是作为香港的地产商 有理没理 那当然是你搞定了一些东西 就是基础设施 你搞定好 我才买去计定 那是不是简单 简单很多 好像大陆那些 你一大地 你买回来一定是便宜很多的 但是问题就是 香港很多有钱佬 这几十年都习惯大陆那里做事 都一清二楚 是啊 一大地买回来便宜 不过那些什么 排污 食水 就是电力 每一个担管 每一个部门 到最后都分分钟是 吸好几个人 每一个人你要送 送一些好处 正所谓 你要拿钱来 就是你要拿钱来 这些你经历过了 你用这种方式 你在香港去开发土地 有没有可能呢 我就始终觉得 就是我们现在身在香港 我说不行的 是不是 正所以什么都要试 就是你用这种方式 香港从来都没试过 你又用这种方式 就是试试那帮有钱佬 又肯不肯跟你落叠 肯不肯制 我整天挂在嘴边一句话 就是 杀头生意有人争 产本生意一定没有人做的 你不用慌 不用担心 好了 不是我小时候 现在 阿超 叉销特首 做了强证例子的特首 直接开胸 不要紧 我带你去参观 上大湾区 看别人的片区发展 怎样 多少个部门级 多少个印太 其实老老实实 香港的所有大地产商 全部在大陆都有 都有开发过土地 他们一清二楚 他比你曾经 比你李家超 就是你搞这些东西 你跟他说 你应酬你 我没可能 就跟你上去 做一张戏 做完戏之后听说 当日 又回到这里 特首五宴 跟着进行一个 所谓的签约仪式 听清楚 是签一个二项书 正如Lucy刚才所说 签个订婚而已 订婚那个 未必是你跟他结婚的 入洞房那个 是第二个还行 入洞房那个